嘿,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是我之前修馬桶的經驗 有一次我在沖馬桶的時候 發現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按下去發現都沒有反應 怎麼按都沒有反應,水都不會沖 然後我就把這個蓋子打開 這個蓋子打開,你們會發現它這個開關有沒有連結到一個繩子 這繩子掉的時候,我們就要把它做復原 你看這樣按下去有沒有 沒有,它繩子有時候它按太大力會跳掉 跳掉的話再把它勾回去 我示範一次把它勾回去給大家看 你看,這個就是它這個勾這個開關的繩子 它這個開關的話,它有一個勾槽 把它對進去就好了 好,這樣勾進一開就上來了 對 這樣看 有沒有看到 關鍵在這邊 你下次記得的話,它就是第二格勾槽 因為這之前有修過是第二格 那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這個珠子可以調整那個線的長度 它用好,再把它放回去 我們再來試試看可不可以衝 不行的話再做調整 哇,好像 好像不夠長 不夠長的話再調整一下 好,這樣聲音就比較正常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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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個是簡單的維修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 做什麼 好不夠 先量調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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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